少年,能够说虎牙就是他的标志了,就连四叶草为TS Boys创造的歌曲,奔跑吧少年,就有这样一句歌词,那就奔跑吧,少年啊,你笑着露出虎牙,说实话,一开始一定有很多人,辨认TS Boys三个人是根据各自的特色的,小凯的特色之一就是小虎牙,小鲜肉配上小虎牙,几乎卖萌神器啊, 快说,你们是不是曾经被小凯的虎牙,聊到过好屡次,后来,就有人渐渐发现小凯不常常笑了,一开始是认为小凯那段时刻不高兴,后来才知道本来小凯戴了隐形牙套,再纠正自己的牙齿,不长露齿可能也是由于怕不好看吧 尽管如此,仍是有粉丝会时不时的在小凯的自拍中,发现牙套的痕迹,究竟都是真爱粉,都是火眼金睛呢,这时有人在担心,今后会不会再也看不见小凯诱人的绝无仅有的小虎牙了呢? No 当然不是,小凯适当的纠正,仅仅对虎牙做了一点点改动,一点都不会影响小凯的高颜值,比较于小时候来说,现在的小凯不仅仅是个爱歌唱的小男孩了,并且是更多人崇拜和学习的偶像和典范了, 人气越高,代言,电视剧等协作也越多,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,不得不说,在这个社会,有时候仍是需要去改动自己一点去习惯它,所以纠正牙齿也是其中之一吧 尽管小凯就正了牙齿,可是咱们能够看到,其实仍是有小虎牙的痕迹的,咱们的虎牙少年仍是经常出现啊,仅仅不那么显着罢了啦,不过,小鱼知道,不管小凯的虎牙在与不在,四叶草和小螃蟹仍是会自始自终的爱着这个少年的, 由于咱们喜爱的是它的品质和才华,虎牙仅仅那么多喜爱的部分之一半了,并不会由于它